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萧绿生报道 山东发生凶案 消息被封锁 传官方称超时人亡 网传山东日照举线 发生枪杀案后 中共当局封杀消息 凤凰网2月11日 12日两度发出相关报道 但很快被删除 有媒体转发报道 也迅速被删除 网上保存页面显示 当局称遇害者超时人 其中一嫌犯已被控制 当地公安称此事是机密 2月12日上午 凤凰网再度报道 山东日照举线凶杀案 标题为 山东某线命案追踪 官方称受害者超时人 一嫌犯已被控制 但很报道被删除 有媒体转发 该报道也很快被删除 2月11日 凤凰网就报道了该凶案 标题为 网传山东举线一男子 涉嫌伤害多名村民 官方 嫌疑人已被控制 但很快被删除 只能在谷歌看到搜索记录 网传保存网页显示 该报道为指名 案发村庄的具体名称 仅以拼音首字母 代称案发地 为巨县L镇C村 根据此前网传消息 此事发生在 举县洛河镇窄克村 前述凤凰网报道显示 窄克村村民李先生 画姓确认部分 网传消息真实 李先生说 十日早上八九点钟 村里来了很多警察 才知道有命案 救护车来得最早 李先生称 嫌疑人与受害者 均为宅客村村民 嫌疑人是男子 曾听说该男子以前坐过牢 他还说 村里不让散播信息 举县当地官方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本案受害者超过十人 嫌疑人已被控制 受害者具体人数得看正式公告 举县政府公安局工作人员都以等官方通报或相关部门会统一发布唯由拒绝提供消息 其中 公安局工作人员称涉及我们内部机密 我没法给你回答 该报道在最后留了一个备注 注 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案发地地名有首字母替换 此前网传消息称 10日大年初一 山东日照市举县洛河镇宅客村发生凶杀案 行凶者是30多岁被开除特警 轻微残疾 使用土炮行凶 伤者十余人 死者十余人 包括医护人员 凶手曾坐过牢 和育友一起作案 还有网传消息称 行凶者不止一人 其中一人是瘸子 因讨工资老板不给 就威胁老板 结果被送进监狱 出来后报复杀老板全家 包括与这家有关的一起杀 只有瘸子一个人被抓 其他人都逃走了 网传视频显示 当地一度派兵来追捕凶手 下面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 宁新采访报道 新年山东爆特大枪杀案 村民数细节 21死 中国新年之际 山东日照市举县宅客村 发生特大枪杀案 21人死亡 现在还有两名凶手在逃 整个村庄处于封锁状态 网络一度被切断 一位当地村民向大纪元记者 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 同时讲述了一些细节情况 吴玉是落合证人 大年初一当天 他听到了一个 让他无法相信的消息 他最要好的朋友一家被枪杀 当时他都摊在了地上 他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大年初一中午 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 老刘死了 朋友说的这位老刘 正是吴玉的好朋友的父亲 开服装店 家里有姐姐和几岁的弟弟 还有爷爷奶奶 以及母亲 全家七口人 在大年三十凌晨被枪杀 无欲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11日 他来到了距离他家 仅两公里的窄客村 去看的时候 村庄大门口 把守着十来个警察 两条小路 都被一辆黑色的车堵了 我说进去玩 他们不让进 只有探亲的能进去 然后会有人跟着 村里围了警戒线 不让靠近 吴玉这才相信朋友说的消息 他回来喊给自己的好朋友 烧纸钱祭奠 他说这位好朋友 和他同在洛河镇 初级中学上学 是体育班的 人特别随和 过年前俩人还约定 然后去他家里玩 没有想到人说没有就没有了 吴玉还表示 他另一位朋友的 亲戚的男朋友 也被杀死 据吴玉透露 作案的凶手 至少有三个人 或者是四五人 目前还有两名凶手在逃 他说警察不让对外 透露这个消息 因此他非常害怕 不敢出门 记者在采访他时 他还听到警车 从他们村民警笛路过 他希望死亡人数 不要再增加 他表示 凶手是选在 大年三十夜里 大年初一零食 全村放鞭炮的时候 同时动手 村民不会想到 鞭炮声中夹杂着枪声 当天晚上 杀了五家十一口人 五个家庭都没了 没有人知道 谁是被杀的第一家 初一早上又回来 再杀了十人 现在一共有二十一人遇害 目前还有三人在抢救中 凶手使用的枪 是猎枪 或者是自制的枪 吴玉表示 宅科村一位 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医生 赶去救人 结果也遭枪杀 医生很年轻 家里还有一小孩 此外 凶手还杀死了两名警察 吴玉还透露 村民知道有人被杀 是第二天早上 去串门拜年时 发现人死在了家里 警察直到中午才过来 他估计 警察可能是想把事情压下去 没想到在外面传开了 警察来的时候 那位医生已经死了 吴玉最觉得不可理解的是 两名凶手还没有抓到 他说他朋友家有监控 找到凶手 应该不是很难的问题 我就奇怪了 他们为什么抓不到人 明明有监控的 但是他们不让查监控 我朋友家有监控 所以这都三天了 还有两人没有抓到 综合网络消息 有消息称 死亡至少21人 凶手是被开除的特警 杀人手法特别恶劣 用刀刺商医政府家属院门口的两个人 血流一地 然后隐藏起来 带围观人群多了 还有救护车赶到时 现场开枪 至少40多人中弹 已经证实21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死亡数字还在上升 还有消息称 凶手是让被杀人告了 坐了17年老 现在出狱了来报仇 有枪有刀 共计4到6人作案 有一群聊消息称 凶手是一名残疾人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他和媳妇出车祸残疾 媳妇跑了 凶手只能在村里干点活 老板不给钱 老板家里有当官的 将凶手送进监狱待了两三年 今年凶手出来之后 报复老板 把老板一家都砍了 还剩一个女儿 在外地上大学没有回来 关于凶手的身份 以及死亡人数 出现了许多个版本 相关消息一度在网上热传 现在微博和抖音等 社交平台上 都很难再搜索到 但有部分影像和截图 传到海外社交媒体上 因此得以保留 截至12日 当局未发布通报 自媒体平台凤凰网 网易将相关文章一下架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